聚里亚信息部部长指责外国的敌人 下令袭击大马士革国家电视台大楼 美国石黑教徒抗议 威斯康辛石黑妙宇发生的枪击事件 事件当中连枪手在内至少有七个人死亡 英国一对夫妇因为17岁的女儿 移过于西化而将她杀害 她们被判处至少25年监禁 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举行圆爆67周年活动悼念圆爆的死难者 美国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在火星着陆 负责这项事命的科学家一同欢呼 衙外加人庆祝该国男女子选手 在伦敦奥运会上夺百米飞人雙冠军 在伦敦奥运会上夺百米飞人双冠军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